手指外翻掌丘平薄不起 服用根基一般 从纹路看 脑线和生命线粘贴太长了 过犹不及 偏保守谨慎 个性比较内敛 心思比较重 做事放不开手脚 食指也稍短 也可以看出 做事有些不太自信 从纹路看 脑线是明显的强于生命线 生命线浅淡 说明体质偏弱 时常是力不从心 不建议从事一些 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 相对生命线 脑线是很长 而且很深 见大分叉 聪明敏感 多思多虑 大分叉之后 脑线尤其的弯曲起伏 人虽然很聪明 但有些心态不稳 过于急躁 城府不深 一路锋芒 遇到挫折 也容易 心态不稳 脑线的大分叉 也说明异性圆不错 从感情线也可以看出来 感情线前期的导文和锁链 桃花比较旺 偏缘多 情路亦坎坷 三十岁之后 感情线逐渐的收拢 不见杂文和导文 感情当中也逐渐的成熟稳重 从结婚线靠近小指来看 也是偏晚婚的格局 建议还是先增强体质 运势才能够提升 事业线不显 训工财位也比较平薄 难有大财 婚姻当中也是多依赖于另外一半 不过小指尤其的长 古代讲是小指过三观 不愁吃喝穿 和子女的缘分比较深厚 晚年能够想到子孙福